好了,我们继续讨论 那么我们考虑了自旋之后 我们可以有特解 如果在一个有心事项 我们可以有特解 那么特解就写成 就像我们在没有考虑自旋的时候 写成一个R乘上之YLM 现在当然不是YLM 是φL结M结 它是L方结方结瑞的共同本正函数 这个共同本正函数 只同θφ有关 这个呢,只同R有关 这个大R,只同R 所以我们写成那个DELUC符号写出来 你看这个波函数啊 实际上就可以写成这样一个抽象的 NL结M结 它的性质就是由 这四个方程所决定 一个是结瑞的本正函数 L方的本正函数 结方的本正函数 然后再加上个哈密正量的本正函数 这四个力学量 如果把它的本正值给定之后 这个太史量是定的 这个能量是定的 所以在这个四个算符所构成的力学量完全极 那么它就有这个性质 你看上去这个很抽象 这到底NL结M结这样一个CATS到底是什么 那我告诉你就是这四个方程 那么你变到一个具体呢 就像我们刚才求出来的 这是等于R乘上的φ 然后你就写出一个矩正形式来 这个φ呢 具体的都有了 R呢取决于这个哈密正量所满足的那个景象方程 那么我们举一个例子 现在有了这个L结M结这样一个TIS呢 我们举一个例子电视极句 那么电视极句算符呢 这电视极句算符呢 QI结呢 它的定义就是这 是吧 这个Q乘上至三倍 XI X结减掉R平方ΔI结 那么这个量呢 你们在原子物理读过呢 就知道这个量是一个很重要的量 一个状态 有时候你要测量它的电视极句 那么呢 这个它的定义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算符在33这个表现 这个下 就是在zz这个符号下呢 就是着平均 在这个态上着平均 而M结是取结 就取它的极大值 实验给出来的数据就是这个数据 因此你去求理论上求求呢 就是要求这样一个矩正元 这个矩正元呢 就是啊 这个Q呢 是取Qzz 就是这所谓的Q33 是吧 那么呢 这个M结呢 是取结 最大 它给你的数据是这样 你做的时候 你当然可能M结不等于结 你可以进过换算 可以得到 那么你得到这个 这个Qz呢 就是Q3Z方减R方了 对吧 因为ΔI结嘛 是Δ33了 就是它 那么这个3Z方 你当然可以写成一个QR平方3 cos平方θ减E 好了 对于这些如果电荷是均匀分布的带电体的话 这个如果Q是正的 是吧 那么它是一个椭圆 椭圆形 就是这个带电体是个椭圆 如果它是负的 就是扁的 就是扁椭圆 所以它都显示了这样一个 这个原子和电荷分布的一个状况 那么我们先求什么呢 先求QLM 为什么先求它呢 我们底下可以看到 就是啊 我先求NLM 在这个态上的平均值 这态上平均值很好求 为什么呢 它的这个景象部分在这儿 是吧 景象部分 对R平方的平均 是吧 那么呢 就是LM呢 是对这个三cos平方θ减E 平均 那这儿当然是等于E 这儿当然就等于三倍的LM cos平方θ LM 那么用地推关系 是吧 我们上次说了 这YLM呢 你乘上了cosθ呢 它有这样一个底推关系 这个cosθ是不改变M的 那显然因为它同φ没关系 M我们说同φ有关系 它同φ没关系的话 它不会改变M 它只改变L 就是啊 它是L加1M和L减1M的线性组合 这个线性系数呢 就是表达式是这个 你这样一带进去之后 你就可以看到 就等于三倍的 ALM平方 加上AL-1M平方 简易 因为尽管它是一个线性组合 因此你这两个一 cosθ乘上LM 同cosθ乘上这个LM 就是等于摩的平方求平均 这摩的平方 因为这两个态是一个正交的 所以它只能自己和自己规划 是吧 人只能自己从自己规划 因此就是这个ALM平方 AL-1M平方 就指一个 那减1 那么你把这个带进去就是它 你把这个已经知道的ALM 你带到这里头就得到这个 是吧 但是现在我们态是这个态 NL结M结 现在是这个态 那这个态呢 你可以带进去 你带进去的时候 你写起来当然可以写成 我们刚才说的 是从这个AL平方Lz S平方Sz这个表象 便表示这个NL结M结 是吧 那实际上就是这样 可你要知道 你这个Qzz啊 是从自旋双方没关系 它从自旋双方没关系 因此只能使α和α向标记 β和β向标记 因此 这个你写出来 如果写在NL结M结 这样一个平均值的话呢 你只能是这两项 你看就是A的平方 A的磨平方 LmQzzLm B的平方 Lm加1QzzLm加1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开始的时候 就在Lm这个基石上去求它的表示出来 是吧 这就是我们刚才所写出来的 就是我们为什么去求出来 求出得到它呢 就是因为你现在的这个是两个这个A B 就是A平方B平方 是吧 乘上这个矩阵 圆 因此的话 你就得到了这样一个A平方 乘上这个 你把它带进去 刚才我们得到的那个表达式 是吧 得到的这个表达式 你带进去好了 那得到的就是这两项 那这两项之后呢 我们再把A和B带进去 是吧 再把 因为A和B我们都知道了 再把A和B带进去呢 我们就得到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要求的这样一个 矩阵源 这个矩阵源注意 M截是等于截的 大家注意 所以呢 你这样得到这样一个结果呢 你就得到了这样一个 QR平方 二截加一 一减二截 是吧 当然要注意的就是啊 我这特别提醒 M截呢 是等于截的 所以截等于L加二分之一的时候 M是等于L的 截等于L减二分之一呢 M是等于L减一的 所以最后你这里头没看到M都已经戴进去了 那么我们得到这个表达是你一看这个结啊 这个角动量不等于零的时候也可应等于零 因为照道理说 我们在球 球坐标里 回到角动量里 L等于零的话 这是个球 那么球嘛 对于四级就当然等于零的了 而你现在我截等于什么呢 截等于二分之一 它也是 截等于二分之一 它也等于零 那什么道理呢 其实这很 就从算幅的观点来说 很简单 因为QZ是个四级距 也就是它的角动量是二 那么这个一个角动量的一个算幅啊 如果角动量是二的话 着用到任何一个态上 它把它的角动量就变成一个绝对值结减二 一直到结加二的这样所有的这个态线性组合 那么哪线态线性组合的进取呢 是取决于你这个算幅 至少你这个算幅是角动量等于二的话 它总归是在这个结减二 从结加二之间 结减二是要绝对值的 结加二 这一系列的本真实 线性叠加得到 好 现在你这个结等于二分之一 那么你结减二是什么 三 这就等于相当于啊 只有两个态 一个是二分之一加一 二分之一加二 那就是只有二分之三M截 二分之五M截 只能是它们的线性组合 不管前头系数是什么 它只可能是这两个态的线性组合 可你要知道这个QZZ1着用上去之后 是这两个态的线性组合 你再要从二分之一M截进行标记 那当然等于你去标记的是二分之一 是吧 因为你是这个了 是吧 你这是二分之一 你说当你运算完了之后 你这个态是一个二分之三和二分之五的线性组合 那你再要从这个二分之一的标记 它肯定等于零 是吧 因为是截方的本真值不相同 它当然是正交的 所以 你就发现这个截等于二分之一的时候 它等于零 很自然 所以说你在外部你去看它的话 的确是它电荷等于零 好像它 就是啊 球性分布的 它的电荷 所以没有电视机 这很自然 所以它这个你从那个 它的这个 总的原则上来看 它就应该等于零 你没求出来 它应该等于 就是等于球性分布 好 这是我们前头的 求出来了 L方 杰方 杰蕊的本真函数之后 我们举的一个例子 是吧 大家呢 在求L方杰方杰蕊的这个本真函数的时候 从原来求L方Lz的本真函数对照一下 这完全步骤完全一样 是吧 做的方法也完全一样 没有新的 只不过就是稍微复杂一点就是 好 我们现在来讨论这个碱净数的双线结构 那么碱净数双线结构呢 因为你这个有个克塞R之后 这个克塞R因为我们不具体并不知道 只是提供了一个这个 屏蔽库能场 是吧 因为VR只是提供一个屏蔽库能场 所以它情况并不知道 只知道它是一个习影式 是吧 因为一个原子核对一个电核提供的一个 一个库能相互作用 那么它当然是个负的 而且呢当R趋向无穷的时候 它是趋向于零的 只知道这一点 但是呢 我们就可以讨论这个双线结构 我们选力学量完全极 这是刚才我们已经准备好的 这叫运动常数的完全极 这个是名称 因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同哈密登量对立 因为我们说一个算符同哈密登量对立 它是个运动常数 所以就把这种 有哈密登量在里头的力学量完全极 就叫做运动常数完全极 这没有什么新的东西 那我们一弄进去之后 是吧 我们结方呢可以写成这样 你看结方写成这样的话 这个S点L啊 就可以写成二分之一的 结方-L方-S方 因此 这个哈密登量 这个哈密登量 这个 它作用到 PhiL结M结上的时候 是一个常数 乘上至PhiL结M结 所以这很简单 这个S点L啊 作用到PhiL结M结上啊 它是等于它 那么你画画简 就是啊 因为我们已经证明了 L和字旋是二分之一的话 它的结只能取L加二分之一 L-二分之一 那么我们直接求求 结等于L加二分之一的时候 结等于L-二分之一的时候呢 一个等于L-二分之一 H8平方乘上PhiL结M结 一个等于负的二分之一 L加一H8平方PhiL结M结 所以对结来说 它们的贡献不一样 那好 你这个哈密登量 作用到它上的一个 这个能量本征函数呢 你就可以写成这个形式 是吧 再加上一个二分之一的 H8平方克塞R 乘上这个景象波函数 这个是负二分之L加一 H8平方克塞R 那好 由于这个克塞R 因为我们刚才说了 它等于是等于DVDR 因此它是这个升函数 是吧 它是一个吸引的 到R等于0的时候 它是无穷 R趋向于无穷的时候 它趋向于0 它是升函数 所以它是正的 因此的话 你就可以得到一个结论 这个VPR是大于0的 也就是克塞R在处处大于0 它处处大于0导致 导致一个什么后果呢 导致一个Vr加1H8平方克塞R 处处大于1H8平方克塞R 也就是说 解等于L加2分之1的 这一个哈密正量 是吧 它处处 就是它的位置 处处大于L-2分之1 那我们习题也做过 这赫尔曼 范曼定理 可以证明 如果你是处处大 一个卫士处处大于另外一个卫士的话 那好 它的相应的能级的能量一定是大于它 所以解等于L加2分之1的一定大于解等于L-2分之1 因此以考虑枝旋轨道偶合之后 原来是一条能级的 它就要分成两条能级 它因为总要变成一个解等于L加2分之1 L-2分之1 L加2分之1和L-2分之1的能量不一样 而且解等于L加2分之1能量在上 那在下 所以这样你的能级就变成这样两条能级 就能级分裂了 这样你就看到一个双线结构 就等于原来是这样 你没有考虑枝旋轨 那就是3P到3S 那么你一考虑枝旋轨之后 这个就分裂了 L就是1加上1分之1再上 1减掉1分之1再下 那么它得到这个 这个当然不分裂的 因为S等于1分之1 L等于0的 所以它不分裂 所以得到这个双线结构 很自然 我们在这个 到围绕论的时候 我们会具体运算 是吧 这个具体运算怎么求它 那么在围绕论的时候 我们就要求它这个反常塞满效应 因为我们用围绕论去看 反常塞满效应的一系列的现象 就是由于S 这是我们介绍的这一个问题 在有心市场下 是吧 那么我们这个双线结构呢 你是可以看的 也是定性的 你看的 是吧 那么以后的反常塞满效应 我们在围绕论的时候 定态围绕论的时候 我们会仔细地向大家介绍 底下呢 我们介绍这样一个 两个自旋 为1分之1离子的自旋波函数 纠缠态 我们之所以要介绍这个呢 就是为底下铺路 就是啊 就是 所谓的这个 这爱因斯坦帕多尔夫自己 同卢神的这样一个洋谬 为他来我们给你们介绍一下 因为是他 这样一个洋谬呢 争论了很久时间 一直到八十四年 这个贝尔 是一个开拓性的 他提出来 从实验上能够停止你们这些争论的话题 因为这个争论谁都说不过谁 波尔和爱因斯坦一直打架 一直打到这个八十年 这个 谁也说不服谁 因为各人站的立场不同 但是 贝尔就 一个英国的一个年轻科学家 他就提出来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实验 来辨别真伪 所以我就说实验物理学家很厉害 当然这个理论物理学家 他提出这样一个实验 然后实验做出来 的确是 波尔的观点是正确的 爱因斯坦的观点是错误的 但是这个给我们以后的一个量子力学发展 不因为爱因斯坦这个是阳谬 但是他所提出来的一系列的思想 为现在的这样一个量子力学的发展 其实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所以不是一个成败任英雄 而是说你这个观点能不能在以后的实验当中起作用 就是我这个观点不对 但是我提出来的例子之间 都是被大家后来用上 所以我介绍这个是为了后头底下 我们进行一个铺路 这个两个自旋二分之一离子的自旋波函数呢 我们可以在几个不同表象里头来写 这个不同表象呢 是以后你可以看到 这种不同表象呢 是在不同的地方用起来是舒服的 假如说你不用这个不同表象来写呢 你有时候用起来是不舒服的 而且是不方便 最终你还是要回到另外一个表象去做 第一个表象当然最简单的 你两个自旋为二分之一离子的话 我用S1Z S2Z来表示最容易 因为S平方不行的 S1平方和S2平方都是三分之三H8平方 所以你不能用它来 那么好 一个用S1Z一个用S2Z的话 那么在选这样一个表象的话 你看你自己直接就可以写出来了 α1α2是它的一个态 是吧 因为它们都是S1Z S2Z的本正态 本正值是正的 正二分之一H8 是吧 这个α1β2是对第一个离子是正的 二分之一H8 对第二个离子是负二分之一H8 然后呢 这个α负正 那就是β1α2 对第一个离子是负二分之一H8 对第二个离子是正二分之一 而α负负呢 是等于β1β2 所以这个直接你就可以写出来 因为2乘2嘛 是吧 因为一个离子有两个状态 一个离子有两个状态 它们一共拼起来有几个状态 四个状态 这是完全 那这个是最简单的 就是S1Z S2Z 作为力学量的完全集 把这些态进行分类 另外一个呢 是S平方SZ表象当中 对之前为二分之一离子的枝旋波函数呢 你可以用一个S等于S1加S2 总的这样一个 就像相当于结等于L加S一样 因为什么呢 S1和S2是对不同例子 不同对象运算 所以它们是对异的 所以它们的结论是同这个 结的结论是一样的 所以呢 你这个S呢 它也满足这个 角动量的对于关系 这个S是它们总的 这两个例子的总的角动量 自旋角动量 是吧 那么你看啊 这个你做一个就是 看一个好了 SXSY它们的对于关系 是吧 那么这个对于关系你就得到 就是IH8SZ 所以就完全一样 是吧 就等于这个 IH8YIJK 这个SZ 是吧 那么有了这个之后呢 你当然也有 可以证明S平方SZ是等于0的 一样证明 从L方和LZ 对于是一样的 因此 它们两个可以 选为力学量完全集 所以你用这两个力学量完全集来分类 那么好 这个来分类呢 这时候的S啊 就不是我们以前所说的 三十分之三H8平方 因为它是S1加S2 那么这个力学量完全集呢 我们首先要求S方的本真值 S方本真值呢 你可以直接做 你也可以这样做 那不就是S1加S2吗 那平方 平方之后呢 你展开 展开出来之后 因为这个S1平方是四分之三H8平方 是吧 S2也是 所以等于二分之三H8平方加上二倍的S1点S2 那么好 这S平方 那么我们来看S4次方 这没问题 这个呢 是四分之九H8四次方 这个呢 一层呢 是等于这样一个H8平方 这个一层交叉相 对吧 这个一跃掉了二倍 就是六倍 H8平方S1点S2 而他们的这样一个 这个制程呢 就是四倍的S1点S2 S1点S2 而我们上次已经说过了 这个公式呢 可以有利用 因为S1和S2 是对异的 你把一个S1 你看成Sigma也可以 你把AB看成S2 你也可以把S2看成Sigma 你把S1看成AB 是吧 就利用这样的关系 因为这个关系呢 要求A和B呢 是同Sigma对异的 那当然我们这是对异 是吧 那你用上去之后 那你得到的就是 得到S1点S2 乘上一个S1点S2呢 乘上一个S1点S2呢 就得到三倍的2-2 3-2倍的S1点S2 这一乘出来就 是吧 这个等于3 是吧 因为S2等于1的 是吧 好 这个 这个I 乘这个S2 xxsigma2 就等于I的sigma2 所以这个可以等于2倍的sigma2 那就等于3减掉2倍sigma1点sigma 所以这里头你就看到 这两个死量差乘的话并不等于0 因为它们不对异 这不像以前我们axxa 那是等于0的 因为它不是算的 它是对异的 它的分量是对异的 而在这儿它是分量不对异 这个差程的话 顺序不变的话 保持不变的话 你得到的结果是什么 结果就是二倍I σ2 就是啊 它的Z方向就是二倍I σZ 大家要注意 这个表达式是经常用的 就是你是L也是一样 L差成L 不等于0 所以大家要注意 注意这一点 所以σ2差成σ2是等于什么呢 等于I的σ2 二倍I的σ2 好 有了这个之后 你给它换算成S1 S2 S1 S2就是乘十六分之H4次方 就十六分之H4次方 那么你乘上去就得到这个结果 所以你看到S4的话 实际上就得到一个结果 S4啊 就得三倍H8平方 加上四倍S1 1点S2的H8平方 你就得到这个 这个之后呢 你去同S平方来比较 那就是S平方的二倍 还有个H8平方 这个单位 是吧 你同它比较一下好了 是吧 所以呢 就是S4次方等于二倍的S平方 H8平方 如果这个kappa是S平方的本真态的话 那它当然是S4次方的本真态 因此你就得到这个结果 就是S方 着用到kappa上是能不达H8平方kappa 那么S4次方呢 你就是等于这个 是吧 就等于能不达平方 H8平方四次kappa 也可以直接就等于 二倍的能不达H8平方kappa 是吧 你一个就是着用两次 我是它这个平方 我一个呢 是带这个 二倍S平方 H8平方就是这个 那么你就当然可以解出来 能不达等于多少 所以你这个一解出来呢 这个能不达呢 就等于二 或者等于零 这二呢 就是一乘上一加一 零呢 就是零乘上一加零 是吧 这也是一样 是吧 这个是S S加一 这个也是S S加一 是吧 就是零加一 因此 就有 S8平方kappa1 是吧 这个就是S平方的本正值 MS 那么本正值是1的话 MS可以取三个 是吧 那么这一乘呢 就是二倍的H8平方 还有一个呢 就是啊 这SZ着用到它上呢 就等于MS H8 乘上kappa1MS 就是MS等于10-1 这个从角动量 是一样 轨道角动量是一样的 另外一个呢 就是啊 这个S等于0的 那就是S平方乘上 轨用到kappa00上等于0 SZ轨用到kappa00上等于0 MS等于0 所以现在依然是四个态 只不过这四个态呢 是在S方 SZ表象里头表示出来 它们的量子数是S平方的本正值 和SZ的本正值 来分这项态 是吧 那么这个态的表达形式 当然就是k1 k10 k1-1 k00 四个态 k11没问题 这你一想就知道 因为k11是 MS是等于1的 MS等于1是什么 只能1 2加1 2 1 2分之1 是吧 所以它只可以是alpha1 alpha2 你alpha1 alpha2用SZ轴用上去做 它就等于h8 是吧 因为2分之h8加2分之h8 那这比较是这个 因为呢 k1-1呢 也没问题 就是啊 β1β2 这两个没问题 但是 SZ轴用到α1β2上 它等于0的 因为什么呢 因为SZ就等于S1Z加上S2Z S1Z轴用上去是2分之h8 再加上一个 S2Z轴用上去 负2分之h8 所以加等于0 而对这个呢 也是等于0的 所以对这两个都是等于0 那么好 这两个都是等于0 是对应什么样呢 对应k10和k00 因为这两个态 MZ SZ都是等于0 那么怎么组合它呢 我们可以看到 S平方啊 实际上你可以写成这样 对吧 这刚才我们已经推出来 就是一层出来 这写成这样 那么呢 我们直接从这个就可以推到这里 就是啊 P12等于1 2分之1 的1加S1 点S2 就等于什么呢 就等于 H8平方分之S8平方减1 就是啊 这个P12啊 它的定义是1 2分之1 1加S1点S2 那么从这个表达式里头 你就可以得到等于H8平方分之1 S8 S平方减1 好 这个有什么性质呢 你可以看出 把P12着用到kappaSMS上 那当然没问题 这个S平方就等于S S加1 是吧 因为它除了H8平方了 所以只是一个数 那减掉1 是吧 这个P12着用到它 那你看这个什么意思啊 这就是如果S等于1的话 这着用上去之后就等于1 这S等于0的话 着用上去是-1 如果你知道 这是个交换算乎的话 12交换算乎 那你马上知道 这个交换是对称的 这个交换是反对称的 你把那两个波函数加减 是吧 一加减 加的你交换下来还是一样 减你一交换下来就变成个富豪 这知道 但是呢 这是要证明的 这是 怎么证明呢 你把这个P12写成这个 这个我底下都是 化石天竹弄的太复杂了 其实用这个自然展开 你看起来也可以 我就说你从这个来看 还是从这个 因为Sigma1点Sigma2点 等于Sigma1zSigma2z 加上2倍的Sigma1正Sigma2负 加上2倍的Sigma1负Sigma2正 这是从我们在角动量表达的时候 你们习体里头都有的 是吧 都一样的表示 那这个就是它的自然展开 我们用自然展开去运算也一样 我们现在看这个 这个的话 你就可以看出来 当P12着用到这样一个朝上朝下的时候 你就得到是 就P12 你着用到朝上朝下的时候 你就得到这三项 就是啊 你要一个是上 第一个是上 第二个是下 那么好 这一项当然是有的 第一项 对吧 这个也有的 这个是有的 这个没有的 这个有的 这个没有的 因为是一个朝上 经过一个降算符 变成一个朝下的 而这个呢 是一个朝下的 变成一个朝上的 所以这一项有 所以这项这项这项都有 所以你得到的就是 得到三项 你就得到三项 因此 这两项抵消掉 就得到这一项 你看 就把这个第一个离子和第二个离子的状态交换一下 是吧 一二状态交换一下 那么这对于这个态 对于这个态也一样 把第一个 所以它是个交换算符 交换算符的话 因此你就可以把刚才 Sz等于0的那两个态进行线性组合 加减 加的它当然是对称的 你交换交换 这后头一项变成第一项 第一项变成第二项 那它不变号 因此你就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果 所以啊 一零呢 应该是个加的 这个零零呢 是应该减的 所以这两个态呢 构成了这两个态 而这两个态呢 是用P一二交换算符 你着用上去呢 一个是对称的 一个是反对称的 就像我们以前的语称算符 你着用到那个偶语称态是正的 你着用到基语称态上是个负的 这是一样的 那么这个态呢 我们称为纠缠态 那么第一个分类就不是纠缠态 第一个就是用S1z和S2z 作为力学量的完全集来分类的话 它不是 因为什么 它只有一项 因为这两个呢 是两部分 一个是第一个理质 一个是第二个理质 如果你这个态 是由这两部分的波函数的直层 加起来 而不是一项 那么你这个态就是个纠缠态 这很简单 如果你只是这么一项 它就不是纠缠态 如果是两项以上 它就是纠缠态 好 这就是纠缠态的定义呢 就是体系的态死量 仅能表示为它的各部分态死量 直层在叠加态上 你如果不是一个叠加态上 就不是纠缠态 那么好 如果是 如果是 这个两个直层为 这个我再说一下 这个KEMS呢 我们称为直层三重态 那么 K00呢 为直层单态 那么 直层三重态呢 是对称的 直层单态呢 是反对称的 其实我们从 这个Sz等于1和-1有个启示 你看 Sz等于1和Sz等于-1 它都是对称的 一个是αα 一个是ββ 两个离子交换是不变的 所以S等于0 不应该它是反对称的 从这样一个角度 就是啊 不同分量的角度 它们的对称性应该一样 这样一个观点去看的话 是吧 你一猜就是 这两个它应该相加之后 才是我的这个 kappa1 0 是吧 两个相减 那么剩下的了 那只能是kappa00 是吧 就是三个分量都是对称的 你不能两个分量是对称的 一个分量是反对称的 这不符合逻辑 是吧 实际上你从那个观点 你也可以猜到 是吧 那么当这个直层 两个自旋为二分之一的全通粒子 它变量可分离型的 那它写成这样 但是这个不是我们的态 这不是我们客观存在的态 底下我们要讲这个 抛利不相用的原理 就是啊 波函数要有对称性 也可以是反对称性 而不能没有对称性 所以这个大家注意 所以这个对称性 并不是说我看自旋是对称的 自旋是反对称的 不是 因为什么 它要交换自旋这个坐标 全部交换之后 你得到这个态 要对称 或者要反对称 所以我们以后会介绍 是吧 就是啊 有多个例子 这个例子 自旋等于二分之一H8 所构成的这样一个体系 它的波函数 就应该反对称的 什么意思呢 任意两个这样的单元 它的坐标和自旋交换之后 你得到波函数 就应该改号 那好 你这个波函数的结构完全不一样 我们以底下介绍 好 这是一个第二个 然后我们要介绍这个第三个 这第三个很很有用 就是啊 这第三个是什么呢 Sigma1z Sigma2z 所谓一个力学量 Sigma1x Sigma2x 都为另外一个力学量 这两个力学量构成一个力学量完全集 为什么呢 我们把这个 这两个力学量 一个是A 一个是B吧 你给它去对一子 这个我就 你过下去好了 它们是对一的 我只要说 就是啊 Sigma1z Sigma2z 作为一个力学量 Sigma1x Sigma2x 作为一个力学量 它们是对一的 它们是对一的 因此我可以作为力学量完全集 来描述两个自旋为二分之一离子的 它的状态 好 选了这个之后呢 你就可以发现 对于Sigma1z Sigma2z 很简单 因为什么呢 你把这四个 你把这四个 α1α2 β1 β2 α1 β2 β1 β2 都是它的本正态 是吧 这都是它的本正态 本正值 两个是正 两个是负 那到此就为止了 这不行 为什么呢 我还要找 是Sigma1x Sigma2x的 共同本正态 这个显然不是一个Sigma1x Sigma2x的本正态 为什么呢 我刚才已经提醒了 就是Sigma1x 着用到一个态上 它有一个特点 它把你α变成β β变成α 是吧 如果我用B算符着用到它上的话 变成β1β2 这不是它的本正态 因此它必须要把这个来线性组合 你看你把我这个α1α2变成β1β2的话 你把β1β2变成α1α2 它们就可以是本正态 因此对于A算符 尽管是本正态 但是不能满足 还是要把它组合 是为了你要同Sigma1xSigma2x 构成一个共同本正式 所以它们两个 你看它们正负的话 这个都是正的 因为什么呢 这个Sigma1zSigma2z 着用到这上头的话 等于正义 着用到这个上头的话 两个负1乘还是得正义 所以它是个正好 那么这个着用上去之后 不管你是加还是减 着用出来都是负好 因为你着用到α上是正义 着用到β上是负1 是吧 好 但是呢 我说Sigmax这个算符 就是把α变β,β变α 因此它要着用到这四个态上呢 这四个态是它的本正态 就是它着用到这个上头 它不是它的本正态 尽管是你Sigma1zSigma2z的本正态 但是不是我Sigma1zSigma2z的本正态 因此就要把这个组合 组合呢就是刚才我们组合的 这个B着用到这个 这上头等于正负α1α2 加减β1β2 为什么呢 因为你B着用到这个α1α2就变成β1β2 着用到β1β2呢 就等于α1α2 那好 你这是个负号的话就要出负号 你这是正号的话就正号 一样的 这个一样 因此 你由A和B的这样两个算符 是吧 由它们的本正值来把这个态进行分类 也是得到四个态 是吧 你看A1B 是吧 得到正正 那是什么态呢 是这个态 就是这里头这个态 A1B2 就是正负 就是得到A算负是正的 B算负是负的 就是这个态 这个减的这个态 那一样 底下一样去做 这个A负正 就是啊 这个Sigma1 Sigma1z Sigma2z 这样算负 着用上去当然是个负的 那么Sigma1x Sigma2x 着用上去是正的 是吧 它这是个负的 对于这个B2 着用出来就是负的 你看 就变成这样四个态 也是同样是四个态 只不过是用不同的力学量来进行分类 是吧 那么这个有什么用处呢 这个就叫做负尔基 就底下我们要讲的 就是它的开拓性的工作 负尔基 那么呢 这个当然都是一个纠缠态 因为它不是孤立的一个 α1b2 这样一个态 这样一个态 就不是一个纠缠态 而是两个以上的这个纠缠在一起 负尔基有什么特点呢 就是它最大的违背了负尔不等式 这负尔它推出来一个不等式 而它这个基呢 是最大的违背了它这个不等式 这是一 第二呢 这负尔基啊 它有一个特点 它的特点是说 你这个是两个离子组成的是吧 我只要一个离子的算符着用到它上的话 它就可以变到其他三个波函数 它有这个 你是两个离子组成的 我只要一个算符 一个离子的算符着用到这个态上 它可以变到另外三个态 它有这个性质 所以呢 它有这个特点 是吧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 我用个负的sigma1x着用上去 这是一个算符咯 我着用到kappa1e上 就是着用到这个态上 是吧 那我们矩正嘛 写出来 那你看 这个等于什么 这走出来是kappa正负 是吧 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是负过去嘛 就是α1α2 减掉β1β2 是吧 就是啊 这是 kappa正负 是这个 这个态 是吧 我们着用到这样一个 用sigma1x着用上去之后 那负的sigma1x 只是一个离子的算符 我着用到这个态上 它就变成一个 我这只是举个例子 你可以找出其他 可以着用到 跑到另外三个态上去 你可以去自己去找一下 我从这个态上 kappa1变到kappa正正 kappa这个正负 kappa负正 那正负我自然已经证明了 你去得到一个kappa负正 是吧 kappa正正 那就三个态 只要对 第一个离子进行运算 好 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 8.9 8.12 大家坐一下